创世纪 第二十八章 以萨把雅各叫了来,给他祝福,并且吩咐他说 你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起来,到巴旦亚兰你外祖父彼土利的家里去 在那里娶你舅父拉班的一个女儿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繁殖增多,成为大族 愿神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可以得着你寄居的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于是,以萨打发雅各去了 雅各就往巴旦亚兰去 到了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 拉班就是雅各和以嫂的母亲利百家的哥哥 以嫂见以萨给亚各祝福 又打发他到巴旦亚兰去 在那里娶妻 又见以萨给亚各祝福的时候 吩咐他说 你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亚各听从了他父母的话 到巴旦亚兰去了 以嫂就看出 他父亲以萨不喜欢迦南的女子 于是,以嫂到以什玛利那里去 在他两个妻子以外 娶了马哈拉为妻 马哈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什玛利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妹 雅各离开别师巴 到哈兰去 来到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过夜 因为太阳已经落了 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把它放在头底下做枕头 就在那里躺下睡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顶直通到天 神的众使者在梯子上下往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萨的神 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向地面的灰尘那么多 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 地上的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与你同在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必看顾你 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 因为我必不离弃你 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 雅各一觉醒来说 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 我尽不知道 他就惧怕起来说 这地方多么可谓啊 这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他曾经放在头底下 做枕头的那块石头 地做石柱 在柱上浇了油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但那城起出名叫路斯 于是雅各许了一个愿说 如果神与我同在 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顾我 赐我食物吃 给我衣服穿 使我可以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的父家 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立作石柱的那块石头 必做神的殿 你赐给我的一切 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